好 同学们 随着合同编分择部分的结束 我们这一章的知识点的部分给大家介绍完了 但是事儿没完 我们讲过 当合同结束之后 我们要把物权和合同 他们共同做的案拿出来分析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物权跟合同 他们的案例分析题 老侯其实一直都是很反对拆分案例分析题 在每一个考点下来介绍的 我觉得那样根本就起不到练习的效果 而且这样会误导考生认为 注快的案例分析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就好比我把老赵拉到你面前 我问你这个人是不是老赵 我刚给你们讲完老赵眨啥样 然后就问你他是不是老赵 有什么可问的呀 但是考试不是这样 考试是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 给我把老赵找出来 同样都是认人 你觉得这是一个难度吗 所以接下来知识点咱们讲完了 咱们看看就是刚刚讲完的这些知识点 我们就拿到这个案例当中 你看看你能不能通过分析案例 通过这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 找到他想考你的点 找到你应该用哪个法条去回答 这个才是本事 这个才是该长的眼 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集中分析 去年的三道案例分析题 三个批词的 首先咱们先来看第一道题 这道题说假公司呢 系融资租赁公司 乙公司系物流公司 为购买货车 乙公司与假公司定立了融资租赁合同 由假公司提供一百万元的儒资 向丙公司购买五辆二手货车 好 你先看到这儿啊 看到这儿之后 这是这个题目的背景 这个题目的背景 网站号一百 你就要知道他能考的点在哪 就读题 你得读出他的内部含义来 首先第一个 假公司是融资租赁公司 那么有这个大前提在 他就可以考融资租赁合同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乙公司是物流公司 有这个东西在 他可以考什么 他就可以考运输合同 好 那接下来 买的是五辆二手货车 这里边就可以考核 买卖合同当中 分批交付的标的物的问题 好 至于他考哪些点 咱们不说啊 就大方向上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 融资租赁的问题 买卖的问题 涉及到了 这个运输的问题 是吧 你这些合同的内容 在后续读题的时候 你就要关注了 好 接着往下来 在2022年的4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口头协商一致 5月30日 甲公司将加盖公章的合同书送至乙公司 次日乙公司加盖公章后将合同书送至甲公司 假以双方 未对租赁物的回损或蔑视的风险 做出明确约定 这里边 实际上是告诉了你两个有用的信息 前边这一堆都是背景 后边 这就是跟我们答题 问题直接相关的了 通过这一段的表达 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道题他要考你什么 他要考你合同成立的时间 这是总则的规定 是吧 融资租赁合同 它是一个钥匙合同 必须以书面形式定立 所以口头协商一致是没有用的 而书面形式定立的合同 我们要求是双方当事人均签字盖章的时候 合同才成立 那都签字盖章是什么时候签的 是5月30号吗 是次日 次日是什么时候 是5月31日 所以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找到合同成立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你 假以双方未对租赁物回损灭失的风险 做出明确约定 这个后边这些车肯定得有出交通事故的 你想都不用想 他拉货他跑物流 你说这个车要回损 他怎么回损呢 他总不能被人踩了一脚 给踩坏了吧 对不对 那就是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发生交通事故说 大家想一想 这个车是谁在用 是假公司用 乙公司用 假公司不就是个玩钱的吗 我们说傻大款 是吧 除了会数钱 傻也不会 你让他承担什么风险 又不是他用的 所以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 标的物回损灭失的风险 除了当时另有约定以外 应当是由乙公司承担 就是你后边的案例 你甭管他写什么 他给这个条款 而且他刻意写在这个位置上 他刻意跟你后边 这个租赁物的回损灭失 去分开来写 那就是在题目设置上 诚心要难为你 如果说我跟后边那个人 写到一起了 你也知道 回损灭失的风险 是由乙公司承担 但是你同时还要知道 答什么 答但书条款啊 答另有约定除败啊 但是如果说 我把这条写前面了 你在后边看 发生风险的时候 你可能就只能想到 风险由乙公司承担 但是你想不起 答但书条款 我就扣你更加物 这就是出题人 在出题上 处处给你埋的 小陷阱设置的小伏笔 好 接着往下看 6月1号 秉公司向乙公司交付了四辆货车 同时表示 另有一辆货车A 在第三人赵某处 其正在外地执行最后一次运输任务 预计半个月后送回 秉公司呢 已于当日向赵某告知 货车的转让事宜 并让其在运输任务结束后 直接将货车交付乙公司 乙公司同意上述方案 好 这里边五辆货车的交付方式相同吗 不相同 其中有四辆货车 是现实交付 而有一辆货车 是关键交付 那么现实交付 是自交付时期 风险转移给买兽人 那是自交付时期 所有权归属于买兽人 所以这四辆货车 是6月1号 所有权转移 那么这个 肯定是不问你 他问你什么 他问你的是这个A货车 这个A货车 关键交付 是简易交付 是指示交付 还是占有改定啊 我们说这个是指示交付 是吧 标的物 在为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下 签订的买卖合同 那我们说 指示交付 什么时候视为交付呢 是转让人与受让人 也就是 并公司和乙公司 干嘛 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 乙公司同意上述方案 就意味着转让原物返还请求权的协议 是不是生效了 什么时候生效的 还是6月1号 所以只是交付的时间 生效时间还是6月1 但是这个6月1可不是交付的时间 你得说清楚了 是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的时间 根据这句话来了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说6月2日呢 因为资金短缺 乙公司向丁公司借款50万元 乙公司打算以自己前一日收到的四辆货车 来设立抵押 得了 同学们看到这儿你就知道这道题要考什么 6月1号刚收的车 6月2号就要拿出去抵押 你说他想干嘛 他肯定要扛你抵押权顺位 只不过他看你怎么排的问题了 对吧 6月2号打算抵押 然后呢 甲公司同意乙公司以上述货车 为丁公司提供抵押 同时为了防范风险 乙公司应甲公司要求 也以该四辆货车为其提供抵押 你看 来了吧 有丁公司的 有 甲公司的 好 6月5日以公司与丁公司定立顺面抵押合同 双方于次日办理的抵押登记 次日是什么时候 次日是6月6 好 我们在讲误权法的时候 一直在给大家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只要你看到了抵押 马上去找它是什么东西 是动产抵押还是不动产抵押 为什么 因为影响到它抵押权生效的时间 合同只要签了都生效 但是抵押权如果是不动产要登记 如果是动产看合同 而事实上呢 它是用四辆汽车设定的抵押 所以这个是动产 因此自抵押合同签订之时期 抵押权就设立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所以这个6月5号 就是抵押权设立的时间 不是次日 如果考你抵押权设立的时间 对丁公司的 是6月5号 好 那么对甲公司的呢 那还不知道呢 那咱们就往下看吧 6月10号甲公司和乙公司 办理了租赁物的抵押登记 同学们来活了 什么时候办呢 6月10号办理的抵押登记 所以这个时间很明显 在和丁公司的抵押登记的后面 丁公司的抵押登记的时间 刚才我们说了是6月6 甲公司的抵押登记的时间 是6月10 你说他们两个人 谁的抵押权优先呢 当然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辆车 刚才我们算完了 是6月1号 交付的 而假的抵押 担保的是什么 担保的是融资租赁的租金 那就相当于是抵押物的价款 所以这一条款 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我们的价款债权抵押权 考的是我们的超级优先 VIP的问题 是吧 抵押物担保的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 那自抵押物交付至极 十日内 交付 十日 登记 只要你把这六个字答出来 分就到手了 其抵押权就优先于在该抵押物上设定的 其他担保物权人 或者说这不是融资租赁吗 你也可以从融资租赁的角度来答 说在成都人 你不知道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写人 说在以公司 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 但是没有付清全部租金的情况下 又以这个租赁物 也就是这四辆货车 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 他人是谁 你就写丁公司嘛 又为丁公司设立担保物权 好 那么融资租赁的出租人 谁 假公司吗 他为了担保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担保合同 并且呢 是自该动产 或者叫该货车 交付后十日内办理底下登记 考点在哪 核心点在哪 采分点在哪 还是交付十日登记 前面的这些话不都是案例背景吗 这不都是他交代给你的事吗 你就用案例的人 案例的事 案例的东西去替换 把这话组织出来就行了 然后最后说结论 结论是什么 其主张优先于买兽人 为他人设立的担保物权的 人民法院支持 那你就说清楚谁优先就可以了呗 对吧 所以你看题目后边说了 他说 其后呢 因为乙公司没有按期付清债务 丁公司就四辆货车行驶抵押权 假公司得知后 表示货车拍卖后所得价款 应先用于清偿 乙公司所欠租金 丁公司主张 其抵押权登记时间在前 可以优先于假公司受伤 你说这两个主张 哪个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啊 显然假公司的主张 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因为人家是VIP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后边6月15号呢 老赵呢 将货车A送到了 一公司 但是所有权早就转移了 6月1号 是吧 就已经转移了 那接下来 乙公司的工作人员呢 未发现货车轮胎存在隐蔽瑕疵 便使用其执行运输任务 后来呢 在装运物公司 托运的货物时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 发现A货车的轮胎 已经严重受损 需要更换后才能运输 不得已 延后两日装车 要不然的话 车胎该报了 是吧 那已翻车 就黄菜都凉了 对吧 为此 物公司要求 已公司支付延迟运输的违约金 物公司可不可以要求 已公司支付延迟运输运约金 当然可以了 是吧 我管你是什么原因呢 你这是不可抗力吗 不是 不是你违约了 我就可以要求你支付违约金 我管你那么多呢 你这又不是免责条款 对吧 好 因为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违约 你去找第三人去 是吧 已公司向物公司表示 延迟运输是丙公司交付货车有瑕疵所致 物公司应向丙公司主张违约金 那物公司还真听话 傻了吧唧的 向丙公司去要求支付违约金了 那肯定被丙公司一句话就给撅回来了 我跟你有合同吗 你凭什么让我跟你支付违约金啊 我哪违约了 我违你哪个约了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你答什么 你就答合同相对性就行了呗 对吧 你就想想你平时怎么怼人 你在考场上 你就怎么怼那出题人就行了 好了往下来 货车A更换轮胎后 在执行运输任务中 因泥石流导致车辆严重回损 乙公司向甲公司表示 因货车A已回损 其不能再按照约定支付现金租金 同学们 在融资租赁期间 标的物回损灭失的风险 谁承担 成租人承担 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 然后标的物回损呢 影响租金的支付吗 仍然要支付租金 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 千万别忘了代出条款 代出条款以往又扣0.5 就这点玩意 你说有什么难度 只不过说的 他就像我们的CPA教材一样 他会把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 以至条件 他不给你写一块 他给你分开写 就像我们那个教材写法条似的 他一句法条 他不给你写完整了 他给你拆成好几段给你写 中间再加上一些学理性的内容 再加上一些解释的内容 就是为了让你看不懂 案例也是一样 那我们呢 就要有这种火中取利 乱中取境的这种能力 我们要把这个案例当中 核心的内容要梳理清楚 你要知道他考的是哪个点 好了 答题就很简单 首先第一问 假公司和以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 何时成立说明理由 这一问是白送的份 是吧 那你要答清楚是5月31日 根据规定 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这个你必须说清楚 这句话不答 扣0.5份 对吧 如果说这个 它是一个非钥匙合同的话 它能采用口头形式的话 那前边那个口头协商一致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 正是因为它是钥匙合同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所以前面口头协商一致 才不能成立 所以这句话不答 又扣0.5 好 接下来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 定立合同的 那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 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 这话就是白给的了 好 往下来 第二问 丁公司对四辆货车的抵押权 何时设立 说明理由 货车是动产 动产的抵押权 自抵押合同生肖式设立 所以是杂青6月5 杂青是动产的抵押权 杂青是合同生肖式 就给分了 这一问是白给的 就考场上 你要是连这种问题的分都拿不到 基本上就是不用去想 通不通过考试的问题了 就想着明年抓紧时间 重新学的问题 好 接下来看第三问 第三问呢 丁公司主张可以优先于甲公司受长 是否能得到法律支持 考试的时候读题 你一定要看清楚了 因为它在题目当中 同时有两个主张 一个是甲公司主张优先受长 一个是丁公司主张优先受长 你一定看清楚题目 是从哪个角度问的 从甲公司角度问 那就是支持的 从丁公司角度问 那就是不支持 为什么 因为人家甲公司是VIP 对吧 所以答VIP条款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答 这个价款债权抵押权的原文条款 是没问题的 当然这个本身 它考的是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的话 你按案例的形式 把融资租赁的条款 答出来也是可以的 根据规定 成都人以融资租赁方式 占有租赁物 但是为父亲全部租金 又以该物为他人设定担保物权 这个你完全就可以按照案例里的话去说 是吧 以公司 以融资租赁方式 占有了 或者叫购入了四辆货车 或者说租入了四辆货车 但是尚未付清 全部租金 刚买的嘛 是不是 然后又为丁公司设立担保 然后甲公司 为了担保租金的实现 定立了担保合同 前边 这不就是案例里边的那些废话吗 关键 关键就把这个打出来 交付后 时日办理登记 如果你把交付写成了 合同签订之日 时日办理登记 对不起 对不起 零分 啊 那么 然后就是一个结论了 是吧 主张其权力优先 人民法院支持 就完事 所以条款不难 关键在于 你知不知道用它来的 好 第四问 货车A的所有权 合适转移什么理由 一定说清楚 是6月1号转移 这个是属于指示交付 啊 根据规定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 第三人占有该动产 富有交付义务的人 可以通过 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来替代交付 答到这儿不行 答到这儿不行 不行啊 不行不够 必须要说清楚 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 所有权转移 因为这个时间视为交付 因此 后边这句话 就是要有的 叫本题中 6月1日 丙公司已经通过转让 向赵某请求返还原物的权利来替代了交付 这个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五问 第五问说 物公司向丙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能否得到法律支持 什么理由 当然不能了 你们俩之间有合同吗 没有啊 是吧 所以平时你怎么怼人 你在这就怎么怼他 是吧 根据规定 合同具有相对性 因第三个原因造成违约 合同当事人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对吧 合同具有相对性 找我干嘛 好 第六问 货车A毁损后 乙公司是否有权拒绝向甲公司继续支付相用租金 当然无权拒绝了 对吧 这个成都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成都人负担 那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成都人仍然应当向出租人支付相用的租金 是吧 你不知道成都人出租人 你就拿乙公司假公司去替 就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道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这道题说假公司负责人赵某与乙公司经理孙某 就委托生产玩具火车事宜进行协商 二人开会时呢 孙某拿出来了乙公司研发的玩具火车模型 其与市场上的模型的差异较大 赵某呢 赵某呢 对此很感兴趣 经过孙某的同意呢 赵某呢 将该模型呢 拿回了公司 2021年的3月1日呢 假公司 委托乙公司 生产该模型的玩具火车 六个月内呢 生产五万件 价款呢 是350万元 约定呢 以合同书形式来签订 合同 那 3月2日呢 假公司将合同书盖上公章后 邮寄给乙公司 孙某收到后盖上公章后 的合同书 于当日送至假公司 你看 前边折腾了一大堆 又是在交代背景 这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 是吧 那 假公司呢 这个委托乙公司来加工一个玩具火车 是因为他觉得乙公司这个模型很 新颖 对吧 然后这个合同呢 又是一方 这个先签 然后又给另一方 后签 所以这里边又可以考核合同 成立的时间 你看我们的考题设计的话 实际上他在给分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 给分的点都差不多 就是我不难为你的时候 我就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题目设置的背景上 让你考一个合同成立 什么时候成立的呀 当日送至假公司 当日是哪一天 当日是3月2号 对吧 3月2号 假公司盖上公章后 邮寄给乙公司 乙公司又盖上公章后 于当日送的假公司 这不都是3月2号吗 折腾了半天 就这一天 好 往下来 当日的假公司与公司协商合作事一时 才得知乙公司给孙某对外 签订该火车玩具的权限呢 为两万件 假公司呢 当场催问乙公司是否追认合同 这个当日呢 是接着上一个写的啊 也就是我们在案例里边 本身这句话是不断 不分断的 但是我们那边写不下了 所以分到了这一页来 这个当日呢 就是3月2日 是吧 3月2日呢 去送合同的时候 协商后续合作事宜的时候 发现这个 乙公司给孙某对外签订 该这个玩具火车的权限呢 是两万件 那么假公司呢 就当场催问乙公司是否追认该合同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就成了无权代理了 这不超越代理权了吗 不职务代理吗 是吧 那么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呢 导致的后果呢 就是效力 带定 好 那么带定呢 作为相对人 可以 催告 被代理人 去追认 也就是 催告乙公司去追认 他当场就催了 30日内 30日内答复吗 是吧 乙公司表示 需要研究后回复 结果呢 截至40日后 仍没回复 那我们要求的是 30日内 预议答复 如果说 预期没有答复 是默认啊 还是默不认啊 是默不认 那么默不认 现在他的效力还带定吗 那就不带定了吧 那就无效了吧 拒绝追认了 就无效了 对不对 是吧 好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2021年的4月30日 乙公司发现 假公司销售的新型 玩具火车的模型 与自己的模型 一模一样 为什么一模一样 你前面把那模型 给人家拿回公司去了 然后人家委托你加工 你又不 你又不给人加 那人家可不就自己做了吧 他能不跟你一样吗 是不是 并且假公司因此销售额大涨 以公司税起诉假公司 要求假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吗 我们说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没有问题 可以 但是你知道打哪个条款吗 为什么可以吗 很简单 应该答的是 缔约过失责任条款 是不是没签约 在缔约合约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得知了 对方的商业 什么 是不是得知了 对方的商业秘密了 人家是不是把这个车给你了 你看到了 那你能够不适当的去使用 或者是泄露吗 不能 所以如果是在 定例合同的过程当中 不适当的使用了 自己知悉的商业秘密 或者泄露了 给对方造成损失了 就要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这不缔约过失责任吗 是吧 所以很多同学在考场上 都看出来了 能知道赔偿是可以的 但是打哪个条款啊 不知道 那你打违约责任 他没约 所以你就记住了 因为咱们在 这个 CPA的教材当中 我们没有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 既然没有侵权责任编 那么要求承担责任的时候 无外乎就是两个责任 要么就违约责任 要么就损害赔偿责任 有约就是违约责任 没约就是损害赔偿责任 你就往缔约过失责任上去靠就行了 这就是思路 就你发现他没约又要承担赔偿责任 你就想到那就是缔约过失 那缔约过失 你就找一找有没有跟他类似的条款 那肯定想到的就是商业秘密 没有别的 好 接着往下看 说乙公司注重产品的开发研究 鼓励企员工进行研究开发 跟上面就不是一件事了 往下就新事了 是吧 那么技术开发人员李某呢 利用公司的设备反复改造设计 并最终研究出了新型的X设计方案的模型方案 乙公司的负责人公开表扬和奖励 李某准备以乙公司的名义去申请专利 秉公司得之后呢 遂与乙公司磋商 双方协商后呢 确定乙公司将X设计方案的专利申请权 转让给秉公司 秉公司支付给乙公司350万元的费用 之后呢 秉公司申请专利并顺利取得了专利权 好 看到这啥 啥也不用想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这里面他考了两个点 首先第一个 他考了职务技术成果的问题 职务技术成果包括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和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对吧 这个呢 是属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所以你能判定了它是职务技术成果 好 那么接下来 后续呢 有一个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对吧 这啥准备申请专利吗 没申请 是吧 准备申请专利 没申请 然后学生后干嘛 把专利的申请权转让了 在这 对吧 好 那我们说技术合同的五大类 它属于哪一类啊 当然 它是属于技术转让合同了 是吧 技术转让合同 包括转让专利权 转让专利申请权 还有转让技术秘密吗 是不是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担保借款 秉公司与丁银行签订专利权质押合同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是吧 秉公司跟丁银行借款 为了担保 就拿这个申请下来的专利权 去签质押合同了 啊 并以该X设计方案的专利权进行了 出质 好 那这个考核的是权力质押 权力质押的话 如果是以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质押 我们说这个治权是自登记时设立 那么后边咱们就看它登没登记 啊 好 并准备办理出置登记手续 准备办理 办了吗 还没办 好 再往下看 在此期间 丙公司突然接到了 刚从已公司离职的李某通知 李某表示 X设计方案是李某研发的成果 该方案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应当归自己所有 以公司无权处分该财产 这要玩出一个无权处分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无权处分啊 这个专利权到底是谁的呀 这个呢 实话讲 如果说在这里面问专利权的归属 我个人认为是超了一点 超了一呐呐的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了民法典当中 他是没有专利权的归属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专利法里面的 那专利法里面的规定呢 就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 或者是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是职务发明 然后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权是归属于单位的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条款说的是 如果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设计人定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做出约定的 可以从其约定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是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跟发明人又定的有合同 合同当中又约定了专利权的归属是归属于发明人完成人的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专利法中的规定 但是这道题当中有没有表示说 乙公司和他的职工李某 对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职务发明 他的归属有约定呢 他没有这个约定 好 既然没有这个约定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专利权就是归属于乙公司的 既然是归属于乙公司的 所以谈人家无权处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乙公司是有处分权的 好 接着往下来 于是呢 丙公司暂停办理出事登记 既然暂停办理出事登记 他就没登记 对吧 并且呢 要求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的前提 是他最终确认为无权处分 他不能获得专利权的情况下 才会违约 可是事实上呢 人家乙公司是有权的 所以谈不到违约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呢 他是在技术合同的角度呢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开发 但是事实上呢 这些具体的这个植物技术成果的归属呢 事实上我们教材上并没有说的那么的详细 那我们来看看他具体问题的角度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问啊 第一问问的是 假公司和乙公司的合同什么时候成立 并且说明理由 这个送分的 对吧 跟上一道题的第一问是一样的 你答清楚是三月二号就行了 答清楚合同书行是定立的 应该是当事人均签名盖章 按指引啊 好了 那么 接下来第二问 2021年4月30日假公司和乙公司的合同效力状态是什么 一定说清楚了 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啊 我们在当年考试的时候 很多同学答是效力待定 答待定就错了 因为他超过了追认期限 所以他是无效的 好 答清楚了 行为人超越代理权啊 没有代理权不用写 中指也不用写啊 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实施的代理行为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 对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然后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 这个30必须答出来 啊 那被代理人未作表示 视为拒绝追认 好 由于视为拒绝追认了 所以合同无效 好 接下来第三问 第三问说 你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假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问 考场上基本上大多数同学都能够答出来有权 但是呢 这个理由就说什么的都有了 事实上呢 要答缔约过失责任 当事人在定立合同的过程中 窒息了商业秘密 或者是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啊 这里边就直接答出窒息商业秘密就行了 好 然后接下来 如果是不正当的使用 这里边没有泄露的问题 是吧 所以答出不正当的使用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下 造成对方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别的就不用说 啊 定立过程中 窒息商业秘密 不正当使用 造成损失 赔偿 就这么点 好 接下来 第四问 X设计方案的使用和专利申请权 是归礼某 还是归以公司享有 说明理由 这个呢 考的是植物技术成果的归属 这个归属 事实上我们说 它答题的话 呃 严格上要答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要答出来 它是植物 技术成果 啊 叫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 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 完成的发明创造 为植物发明 那植物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权 归属于单位 要答出来这个东西 好 然后同时还要答出来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设计人定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 做出约定的从起约定 那本题当中 因为啊 当事人对于专利的归属 未做约定 所以专利权是归属于异议公司的 这样答才是真正的一个完美的答案 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咱们教材上没有 咱们教材上有的是什么 是民法典当中关于植物技术成果的认定 说植物技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 或主要利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物质技术条件 所完成的技术成果 看你只能达出一个植物技术成果的界定 然后再达出来植物技术成果的使用权 转让权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 那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就该向植物技术成果 定立技术合作 可是你还是没告诉我为什么属于他呀 对吧 但是确实我们教材上有没有内容了 那答什么呀 是不是 那最贴边的也就只能写这些东西了 但是真的 不严谨不完整啊 就这样吧 这一问大家就不用太过于纠结了 好了往下来看第五问 说以公司和秉公司之间的合同是什么类型的合同 说明理由 考合同类型你说是什么合同啊 这是技术转让合同啊 是吧 所以把技术转让合同的定义写上就行了啊 技术转让合同指的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 将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 让与他人所定立的合同 其实你就按照这个题答 你也不用答专利 你也不用答技术秘密 是吧 你把专利申请写出来就行了 因为他让与的就是专利申请 好 最后一问 问你丁银行是否享有专利权的治权说明理由 这又是送分的了 是吧 他不享有专利权的治权 因为根据规定 以专利权 不用说那么多 这都没有用 以专利权出治 治权自办理出治登记时设立 前边是背景 给分就是这个登记 答出来了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道题 这道题说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 约定乙公司购买甲公司一万吨煤 总价款是七百万元 价款由乙公司的合作伙伴丙公司 向甲公司支付 乙公司呢 同时向甲公司提供了乙公司与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 内容中约定 丙公司为乙公司支付七百万元的煤炭款 甲公司可以直接向丙公司请求支付 若为支付 甲公司可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乙公司加油站建成后 按一定比例向丙公司分配加油站的利润 这个东西往这号一摆 就是开始 这道题就把我们的考生给绕进去了 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 很多考生这个案例就是开始这一段 他没看懂 他写什么呢 你从哪个角度来解读 你从哪个角度来 如果说你看到这 你会发现 这个呢 是一个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是吧 甲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乙公司购买甲公司一万吨美 总价款七百万 价款由乙公司的合作伙伴 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 这不是由第三人履行吗 是由第三人秉公司向甲公司去支付合同价款吗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是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第三人不履行 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 作为债权人 要向债务人追究违约责任 或者叫作为债务人 要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度 如果你是从 由第三人履行的角度来 那甲公司就得追究已公司的 违约责任 有些人说你怎么知道要追责呀 他肯定要追责 就这个东西网站号一摆 他后边要能履行才怪了呢 他后边要履行的 这题还出什么呀 对吧 他肯定不会履行的 或者说他履行一定是不符合约定的 至少这七百万媒探款 他不会都给你 就我们都不用往后读 他后边肯定会这么去设计 对吧 但是你说说 如果他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玩的话 他后边写这一堆东西是干嘛用的呀 那我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 我写这些东西干嘛呀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 它很奇怪吗 那我们再看看他后边到底要想干嘛 他说乙公司同时向甲公司提供了 乙公司与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 内容中约定 丙公司 未以公司去支付七百万的媒探款 甲公司可以直接向丙公司请求支付 若未向甲公司支付 甲公司可以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然后呢 以公司加入站建成后 按一定比例 向丙公司去分配加入站的年业利润 看懂了吗 他是在说什么 他在说真利他合同 真利他合同 是向第三人履行 所以如果你看前面 前面是由第三人履行 那如果你看后边 后边是向第三人履行 好 你看准 这个是站在谁的角度说的 这个是站在乙公司和丙公司的合作协议上说的 乙公司跟丙公司签的协议 甲公司是不是就第三人 乙丙公司说的是什么 乙丙公司说的是我建成的加油站之后 分你丙公司一部分的营业利润 你丙公司应该向我支付700万的价款 但是这700万的价款 你别给我乙公司了 你直接给假公司吧 因为我欠着假公司没探款呢 对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那么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我们有假利他合同和真利他合同 如果是假利他合同 如果是假利他合同 还是要追究原债务人的责任 所以这种情况下那这两段写 写一段就够了 它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是真利他合同 真利他合同 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 赋予了第三人向债务人追责的权利 看到题目的表达了吗 题目里说的非常清楚 假公司可以直接向丙公司请求支付 若未支付 假公司可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这句话才是这一段里边 真真正正的关键点 所以如果假公司为明确表示拒绝的话 那如果丙公司到期不履行义务 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 假公司就可以直接要求丙公司支付了 因为这里面约定赋予了他向第三人追责的权利 对吗 所以后边题目他会问你 到底能不能追丙公司 肯定是这么问 所以如果说你看题 你没看懂他后边要表达的东西 你只看懂了他前半部分 你把他从由第三人的角度去解读 由第三人履行的角度去解读了 那你就会答假公司无权向丙公司 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只能向已公司承担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懂了 他后者是从真理他合同去写的 那你就知道 假公司实际上是有权向丙公司去追究责任的 这才是关键 好 接着往下看 以公司委托京公司建加油站 为了获得融资 以公司向物银行借款 以再建加油站抵押 好看到抵押 马上找抵押物 抵押物是再建加油站 再建加油站是属于不动产 不动产的抵押权设立找登记 所以往下看 2020年6月5号签订抵押合同 2020年6月12号办理抵押登记 所以6月12号是抵押权设立的时间 那由于丁公司长期停工 加油站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建成 得知此事的丙公司再向假公司支付了400万元后停止付款 应该付多少 应该付700 实际付多少 付了400 来了吧 不用想肯定不会履行的 你要履行 那还写那么复杂干嘛呀 还绕着你干什么 是不是 那么假公司呢 所以向丙公司主张承担违约责任 可不可以 合同里面都写了 你可以追我 那既然写了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可以追 对吧 那丙公司以自己位于假公司签订合同为由 拒绝对不起 无权拒绝 好往下来 丙公司呢 要求以公司提供担保 以防因丙公司加入站无法营业 给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对吧 我都已经付了400万了 对方还在追我 让我付那300万呢 对不对 是吧 你现在加入站停工了 是吧 那不行 你提供担保吧 好 那丙公司的法庆代表人前某 同意以个人向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并与丙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 但是呢 未约定保证方式 来了吧 同学们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 视为是一般还是连带 哎 一般保证责任 对吧 好 那一般保证责任拥有先速抗面权 接着往下看 同时 以公司控股股东孙某 以书面形式向丙公司发出通知 表示在以公司不履行债务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时 由自己承担全部清偿责任 丙公司收到通知后 未明确表示同意 也未提出异议 这叫什么 这叫第三人犯件 犯的啥 是吧 我们就不写了啊 哎 第三人 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 做出保证 债权人接受没有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 成立 那判定一下 他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吧 他说的是不履行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多废话呀 是吧 你写个不能不就完了吗 对吧 写不履行 但是他后边加了一句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所以他也是一般保证 这个是从保证合同的角度来的 考核的是保证方式的判定 以及保证合同的成立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经乙公司催促呢 加油站重新开工 乙公司为尽快营业 在加油站未验收的情况下 便入住使用 后来呢加油站呢 因为部分屋顶漏雨停电维修 乙公司要求丁公司赔偿 因为按期交付加油站 使乙公司推迟营业的损失 丁公司 以其在乙公司催促后 以交付为由拒绝 乙公司还要求丁公司赔偿 屋顶的质量瑕疵 给乙公司造成的损失 丁公司以乙公司 以使用加油站为由拒绝 你看 这里边是几个诉求啊 就是你读完题之后 你至少得看出来 当事人有几个诉求吧 你连几个诉求都看不出来 那你这法官不白当了吗 对吧 他两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你违约了 咱俩说好了 今天交工 结果你没给我交 导致我营业推迟 对吧 然后丁公司回复的是什么 丁公司说的是 你催我之后我交了 你催我之后交了 换句话就是 在采取了补救措施之后 他就没违约了吗 当然违约了 是吧 所以我们说 在当事人履行义务和采取补救措施之后 如果说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 我们仍然是可以要求企业赔偿损失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换句话说 我可以追求你延迟旅行的违约责任吗 好 第二个说的是 第二个诉求呢 说的是 我这个屋底有瑕疵 你得赔偿我 这个赔吗 我们说不赔 为什么呀 因为你太着急了 你急性子 对不对 未竣工验收的情况下 你就提前入住使用了 对吧 建设工程 咱们刚讲完 未竣工验收发包人 擅自使用后 又以使用的部分质量不合格 为由去主张权利 人民法院支持吗 不支持 谁让你自己不验收 所以前边的这个诉求是支持的 是吧 那后边这个诉求是不支持的 看题吧 第一问 物公司对再建加油站的抵押权 何时上列 不动产抵押 自办理抵押登记时设立 所以答清楚6月12号 然后说清楚 这是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或者你答不动产都行 然后答出来 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必须说清楚登记 好 第二问 假公司向丙公司主张承担违约责任 能否得到法律支持 并说明理由 这个 当年很多考生是零分的 因为他理由和这个结论都错了 他说的是不能支持 答的是这个由第三人履行 第三人履行不符合约定 应该是由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究违约责任 所以应该追究已公司 是这么答的 那肯定是错的 因为这个题你没看懂 你被他前半部分那个迷雾给绕进去了 我们说拨云见日 你拨开这个迷雾 看他具体内容 他后边那个合同里面的详细约定 才是关键 所以这个我们要从真利他合同的角度来打 从真利他合同的角度 那 假公司向丙公司主张承担违约责任 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根据规定 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的 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表示拒绝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的 那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答题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案例的人物换 说当事人约定 假公司可以直接请求丙公司向其履行 那 假公司未明确表示拒绝 丙公司对假公司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 那假公司就可以请求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你把案例里边那个人物关系替进来 你这么去答 把这事说清楚 是没问题的 啊 好 接下来第三问 对已公司的债务保证人前某的保证方式是啥 并说明理由 这就送分的是吧 保证方式一般保证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 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不用答约定不明 因为体理没有约定不明 只有没有约定 好 第四问 问你孙某对已公司的债务 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说明理由 当然应当承担了 这不第三人犯件吗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 是向债权人做出保证 债权人接受 未提出异议 保证合同成立 必须说清楚了 是单方做出 然后接受 未异议 好 第五问 在丁公司经已公司催促后 将加油站建成的情况下 已公司是否可以要求丁公司赔偿 因推迟造成的损失 这个要答的是 这个违约责任里面的内容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叫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 在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之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你推迟造成损失了 你虽然采取补救措施 你给我交付了 但是那又如何呢 那你也得赔我损失 你毕竟违约了 好 最后一问 问丁公司是否可以 以公司以使用加油站为由 拒绝就质量瑕疵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建设工程 未竣工验收 发包人 召集擅自使用 又以质量不合格 主张权利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答到这儿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不涉及地基和主体结构的问题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我们 误权和合同 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结 这两章呢 对于理解的要求 远大于对记忆的要求 尤其是最后的 我们这三道题的总结 大家很明显看出来 我们筑块的考题 在案例题的设置上 考的点 它会在案例当中给你隐藏起来 它会在这个点上面 设置一些坑 故意地把它盖住 所以并不是说 你把法条背下来 你就能够在考场上把它写出来 而是你要先懂 先理解 然后看清楚案例 能够有波云见日的功能 知道用哪个法条去解决它 而至于到真真正正写法条 其实反倒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问题 我们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它 所以呢 路得一步一步地走 饭得一口一口地吃 同学们现在也不用过于着急 那到了接下来的两章 你会发现 跟这两章的学习角度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它就重在记忆 理解的东西就没什么了 那同学们就让我们 在下一章当中 再见 这个世界不会开始 人质疑 人质疑 des 都 有